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0年4月14日 我是东京严太郎 今天我继续给大家介绍日内交易的具体策略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支撑线或者抵抗线交易策略 英文是support or resistance trading 这是今天介绍的目录 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支撑线和抵抗线 然后支撑线和抵抗线有什么特点 或者说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然后最后我具体介绍 用支撑线或抵抗线做交易的具体策略 那么什么是支撑线和抵抗线呢 支撑线support line是连接多个 就是说股价底部的水平线 股票价格下降 如果触碰到的支撑线的时候会反弹 那么抵抗线是连接多个顶部的水平线 股价上升上升到抵抗线会遇到压力而下降 我觉得支撑线和抵抗线的比较简单 就是不同的水平线 然后呢比趋势线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趋势线你那个画的斜率可能是不一样 然后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 但是呢支撑线就是一条条的水平线 所以说比较简单有效 那么支撑线和抵抗线有什么特点呢 我可以具体就是说也做一个描述 主要有七个七个那个特点 在支撑线和抵抗线处 那个K线经常出现十字星 也就是说在那个支撑线和抵抗线的时候 多空双方会斗争比较激烈 然后不会很少可能很少出现大阳线 就是说形成一个十字星的状态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 有的时候支撑线和抵抗线不好看出的时候呢 一些股价整数的股价呢 会扮演支撑线和抵抗线的价格 比如说股价上涨上涨 上涨到比如说2500元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抵抗 因为到达一定一定就是 整数的时候大家都可能想卖卖的获利 所以会形成一个抵抗线 那个就是第三个 就是我们画支撑线和抵抗线的时候 最好以最近的价格来画 就是越近的话越好 然后第四个呢 我们最好就是说要看中 就是说当前股价范围内的支撑线和抵抗线 比如说现在是2000日元 然后那个ATR值是100 那么肯定是2000日元左右的 就是2200到1900之间 这个价格范围内的那个抵抗线是比较 那个支撑线和抵抗线比较有效的 如果是3400那没什么用的啊 第五个就是说 接触重要价格水平的越多的支撑线和抵抗线越有价值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个支撑线和抵抗线的价格水平非常重要 比如说刚好这个支撑线刚好是和那个VWAP 就是说成交量加全价格线重合了 那么这个就比较重要 或者这个支撑线和抵抗线刚好和前一天的就是开盘价 前一天的那个收盘价上重合 那么这个就是说 就是这个抵抗线和支撑线就更加有价值了 第七个呢 我们在画日内交易 做日内交易的时候 画支撑线和就是 就是那个抵抗线的时候 应该用K线的那个最高和最低价格那个地方画 比如画那个支撑线的时候 应该根据K线的最低价格画 而不是收盘价来画 然后我下面具体讲一讲 就是说支撑线和抵抗线的交易策略 当然在那个进行交易之前 我们首先要确认支撑线和抵抗线 我们可以根据日线和分线来确认 然后呢买入 在五分钟的K线图上 如果发现K线出现十字星 或者说是发现那个明显的是一个线支撑线 我们可以在支撑线附近购买 越靠近支撑线越好 然后卖出点呢 就设为那个抵抗线附近卖出 就是说抵抗线是阻挡价格上涨的是吧 我们就画那个抵抗线 然后到达一个抵抗线就卖出 第三个是止损点 止损点就画在那个 就买入的那个支撑线的下方一点点 就如果那个支撑线没法支撑呢 突破了那个下面的支撑线 然后往下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卖掉 因为有的时候价格会突破 那个向下突破那个支撑线 向上突破那个抵抗线的 好 那个支撑线和抵抗线 其实不只有一条 怎么样去选择合适的支撑线和抵抗线呢 还是要需要根据经验 接下来呢 我根据我今天就是做的一笔交易 来具体讲一讲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就怎么样用这个支撑线和抵抗线 来进行交易 我们就 我今天做了一个股票 就是4424 Madas那个交易所上市的 Amazia 这个股票 这股票呢 根据这股票 首先画了 画了一些抵抗线和支撑线 首先画了两条抵抗线 第一个就是 535290的这一个 因为这个时候下面有 最低价格 穿过了两个最低价格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5300 我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是一点多的时候 一点多的时候 我就只能画这个 一点一点半左右的时候 做决策就是 只能画52900这个 这个支撑线啊 那么我就想 要达到 因为他已经两次达到这个支撑线之后 然后反弹回去了 那下一步的话 如果是 把价格 如果他真的要涨的话 如果 把购买价格设在52900的话 可能不太现实 我就设置为 5300 也就是我1.30多分的时候 挂了一个单 在5300这个地方 买 注意当时价格是 53300左右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想就是说 再看那个 止损我就设在 5290 下面 如果低于52900 我就卖掉 要买的价格是5300 就是这相当于10 亏10 100股 就是亏1000 然后往上走 然后画了几个抵抗线 第一个抵抗线是53400 穿过了 就是穿过了这么一个顶 然后第二个是 5360 5370 就是说6070 这两个也是的 我们知道 这个抵抗线 又往上走 那个可能性就越小了 所以我 我就是安全起见一点 就是 获利点就设在 第一个获利目标 就设为5340 也就是挣40亏10 就是4比1的盈亏比 那我们看一下 我具体的那个 具体的那个 交易的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在1.38的时候 右下角 这有时间 就指定价格 5300 买入100股 大概5点40多的 1点 1点40多的时候 达到这个价格 然后成交了 那么紧接着 5点41 1点41 1点40时候 成交的价格 然后我马上就设那个止损 止损是 设是两个 第一个 如果 就是 就是逆止值 就是如果 价格低于5290 那么就 以市场价格 拿的UK卖掉 然后另外要指定一个 获利价格 就是说 如果这个价格是 5340 就把它卖掉 就一个是 止盈 就是获利的价格 一个是 止损的价格 这两个 最后大概是在 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成交了 获利大概是 4000日币 也就是买100股 每一股挣40 就是4000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1点42左右 40左右 这地方买入了 大概到 1点56 大概半个小时不到 20多分钟 就获利就出来了 后面其实 我准备再 再下一单 就是说 又把价格设计为 5300 因为我们知道 5290这一地方 是支撑线 那么在5300 如果再买一个手 那么又可以再挣 其实后面看 后面的价格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在这买一个 后面这还是可以获利的 5400 而且后面涨得更高了 5350 涨得更高了 就是说 其实还是可以 再挣一波的 但后来没有操作 今天就主要讲到这里 然后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